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是基隆市南融公墓生命点藏馆新建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 除了市长谢果良亲自担任主机关参与动土之外 许多议员也到场参加 显示这个生命点藏馆的议题 受到许多基层民众的关注 我想这一次能够标出去 然后未来能够顺利的要来完工 而且品质要合乎民众的满意 我们未来的建造工资非常重要 再次跟你表示感谢跟肯托 能够在未来的工作都能够顺利圆满 来在原地做重建 再经过了相关的一致动作 把原来纳古塔里面的骨灰坛骨灰罐 以及林卫移到战志区之后 谢谢我们所有民众 以及纳古塔原有的这些先人的家人的体量 我们总算在今天9月25号来做动工的动作 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值的来完成 能够在未来完成之后 优先把战志区的先人 能够移回来我们的生命典藏馆 然后再接受基隆市市民的购买 来参与我们生命典藏馆里面相关的设施 那这个工程希望能够圆满顺利 典礼现场除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云祥 还有代表议长的江志强秘书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何淑平 陈君佐 吕美玲 张之豪 施伟正跟陈冠宇等辅会贵宾 都共同参与这个开工动土典礼 对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据我所了解就是 这个生命典藏馆在林佑昌时代 就开始规划了 那也经历过革命11次 因为这是开玩笑的 就是第11次的都省才通过 在水保的整个规划 那今天非常的 就是还是祝福我们 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这个案子 终于今天开始动土了 我们都知道说动土如受孕 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 那未来我想这个是我们基隆市民的 新的一个就是福祉 那也希望说这个七成 能够顺利圆满 我在想我们传统中国人 对于这个纳古塔的存放 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而且他们会认为这是 关系着一个家族的心衰 因此呢纳古塔成立以后 我希望能够针对基隆市民为主 而且在这个款项方面的话 也能够以比较优惠或福利的方式 来给我们基隆市民所使用 尤其对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部的话 应该更给予更优惠或甚至免费 这个我希望呢市政府能够针对这一点来作为考量 因为我们等待这个生命典藏馆 其实也是等待好长一段时间了 那我相信今天终于开工了 我们也是引领期盼之后终于发生了 那我相信我们市民最希望的就是尽快的完成 因为呢很多市民其实之前为了要动土之前 就其实很多的这个祖先啊 很多都已经先签出来 那在外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成本负担嘛 那当然其实自己的亲属 自亲喔 这是流散在外放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也是大家心里也不会安啦 所以希望说这边可以尽速的完工 那就可以尽速的把自己的自亲好友再牵回来 那我觉得这个还给大家一个安心 让我们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到这里 胜中追远这是很重要的 很开心喔 今天我们的基隆生命典藏馆 终于在今天动土 那我想这是全体基隆市民 引颈期盼的一项工程 因为这里有许多我们基隆市民的这个祖先 以及他们的仙人 目前呢都安宁放在这里 那因为这个年久失修 需要尽快找到建商来处理 那终于在现在 能够顺利的进到动土典礼这个进程 我想对于基隆市民来说 应该是会很期待后续工程的发展 也祝福基隆市政府 在这个生命典藏馆这里呢 能够顺利圆满完工 然后提供更多基隆市民 一个好的追思的场所 很认真的是 你可以看到南融公墓礼厅的使用的次数 其实是真的越来越多 真的也有不少的民众 不管在反映里听的过 里听的是有些设备要更新 要改建 甚至数量的问题等等 包含小灵堂数量等等 那其实那终究会涉及到是 在市府捉襟建筹的土地底下 怎么更有效的利用 所以这个生命典藏馆新建工程 它不只是未来让 要让先人可以更加的 就是安住在这边 也希望它可以同时 回应家属长期的期待 资讯公开透明 进度公开透明 但也更期待透过这次的清障 让整个城市发展 更有转机 生命典藏馆工程 预定在116年完工启用 参与的贵宾 共同祝福这个工程顺利圆满 也期许这个生命典藏馆 能够更加便利扫墓民众 慎重追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天道还没亮 十多位马拉松跑者 开始试跑 帮忙检测道路安全 基隆首次城市马拉松 将在10月6号登场 估计超过3000多位 热爱路跑民众参加 而因应参加人潮 台铁已经通知 10月6号将加开1302班次列车 特别感谢台铁公司 他们为了这一次的赛事 加开了一班 1302号班次 从树林4点40分发车 到了基隆才5点47分 所以出站之后 入行大概三分钟就到会场了 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 应用这一班的大众运输工具 外线市的跑者 来我们的会场的时候 如果用这根交通工具 能够更环保 更能够节省时间 基隆城市半程马拉松 将分成21、10及3公里 三个组别 起跑从基隆国门广场出发 沿途经过海洋广场 港屋大楼、中正路 长荣桂冠酒店折返 再前往中华路 协和发电厂、文明路、湖海路 最后到喵喵咖啡 圆环折返 沿途风光明媚 不少报名选手都很期待 在城市的道路里面奔跑 也希望来自全国的朋友们 能够认识基隆 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烈的参与 恭喜参赛的选手 也希望能够破自己的PB 拿到最好的成绩 那也要期待未能参加赛事的跑者们 但是希望能够来为我们的跑者加油打气 并且期待下一次我们基隆市政府 能够再一次的举办 然后让没有办法参加的跑者 能够在下一次的时候 也能够来得到参赛的机会 这条规划路线沿途有山海美景 对于跑者来说是一次很棒体验 主办单位好马长跑协会 最近加紧进行团练 也邀请在地的跑者共同加入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一对一对的新人步入婚礼现场 接受大家祝福 金融市政府113年市民联合婚礼 将在10月24号举行 今年首度一次到外木山 海兴永时停车场 结合了海景三景 要打造别出心裁的婚礼体验 我们今年度走的是 海岛婚礼的一个形态 我们希望记用市的新人好朋友们 都可以从即日起到10月7号 踊跃的报名 整个报名的限额是50对 请各位可以恰 记用市政府明镇处脸书的粉砖 那这次的奖品非常丰富 包括有石墨烯的双人的床主 还有我们的粉红气泡酒 这个玫瑰色的大同电锅等 那更有摸彩的活动 最大的奖项可以招待我们新人一对 到我们邮轮 参加邮轮的旅游 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单身邮宜活动 各区的护政事务所都有布置浪漫又特别的背景 让登记晚婚的新人拍照留念 而今年的联合婚礼 限额50对新人采取线上报名 现在的年轻朋友都为了自己终身大事 有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 当然有许多的民众会选择来参加 我们的集团结婚 叫联合婚礼 那也会到我们的护政事务所来登记 其实这个共同性是 我们在护政事务所可以来预约 在我们集团联合结婚当天 可以拿到您刚新出炉的身份证 写上夫妻的名字 现场就会由我们市政府的市长长官 来颁证给你这张一辈子最重要的一次 身份证的更新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到护政事务所 每个护政事务所都有非常漂亮的 拍照背板打卡景点 基隆市政府化身成人间月老 鼓励市民朋友参加联合婚礼 主要一方涉及在基隆 或者在基隆工作 报名成功除了可以获得新人贺礼 还有机会抽中豪华邮轮 五日邮大奖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前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看着摇摇欲坠的栏杆绑着黄色警戒绳 另外一头同样也绑着警戒绳 警告民众不要触碰和进入 蔡旺莲苦笑指出 有人就说这样好像刑案现场 另外像是大门口及周遭 原先都铺有小小的鹅卵石 便利民众按摩脚底使用 也因为年代久远脱落损坏 散落一地 健康步道变成了碎石场 我们有的人都会脱下来这样子走 对 这是健康步道 这个是啊 但是它这个就不是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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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这么粗 有的人会受不了 对 它会赶快移到这个比较细一点的 其实这里是基隆市第二大公园 百福公园 公园里面的邮据也因为年代久远 蔡旺莲表示 在前市政府时期 原本已经规划重新诊件 不料市长谢国良主政后 中央政府补助款突然缩减 导致原计划停止 虽然不是现任市政府的问题 不过面对日见破旧的百福公园 蔡旺莲大声疾呼 市政府应该立刻先规划整建公园区 至于公园里面同样逐渐老旧的建物 水样会馆区 未来再规划 不需要两者同时并行 才能缩减百福公园重申的时间 长期一直在延待 一直在延待 我们现在使用率很高的 民众 我们的选民 乡亲 大家一直在抱怨 抱怨说百福公园 为什么烂摊子摆在那边 夏天来这边 稍微做休闲 做活动 早上一大早来做活动 有时候还有发现 蛇类在这边出没 非常危险 所以我一直在吉利 这一次 我有跟市长建议过 市长也非常的希望说 我们百福公园现在现有的 我们先来做一个实施 包括我们的睡时健康步道也好 我们的儿童游乐设施更新也好 还有我们的篮球场的地面刨整治也好 这个都一并我们现在要先动起来 不要等整个预算下来以后 才要来做一个全部更新 那个时间会拖很久很久 这个是不得体的 我还会建议市政府一定要做一并的考量 不要跟水样一并合在一起 蔡旺莲指出公园里面属于BOT的水样会馆建物 最近营运负责人换人 会馆建物也已经老旧 如果市政府要一并把水样会馆区和公园区两者合并规划诊件 只怕骑程越拖越久 旷日废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321请搓 2024基隆全村文化节来去干嘛点正式开张了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 跟新丰里里长丁丽娜 镇沙里里长陈芳林 一起玩干嘛点的搓搓乐游戏 邀请大家在10月5号和10月6号 一起到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参加眷村文化节 体验来去干嘛点的系列活动 其实我们这活动10月5号10月6号有非常多的活动 我们有玩昂阿飘 我们也可以玩那个有大型的弹珠的一个弹珠台 还有我们的互动黑板 因为小时候大家一定要在黑板说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在黑板 这是在军村文化节的那个大沙湾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黑板留下你想要告诉另外一个人的话 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可以到现场也可以相互回话 这是一个很好玩互动的一个部分 那现场还有跳格子等等小时候玩的 小时候我也沉沉常常玩跳格子 常常输啊 我都在旁边哭 然后每次都去干嘛点 都看人家在玩弹珠就很兴奋了 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把这种 曾经的感觉 然后告诉各位的好朋友 现在都是手机时代 小朋友都是在玩手机平板 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场地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有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堂哥堂姐都带我去干嘛点玩过那个弹珠台 然后小时候有跳格子 阿嬷飘都会跟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玩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你们的小朋友 把你们的手机平板放下来 出来一起走一走 来到我们的沙湾历史园区一起来回味一下 他又让我回忆起当初我们都是钱不变嘛 我们年纪时代的钱很少 所以我拔爸爸的白胡子 要拔十根一毛钱 所以会回想起 爸爸当初我们的钱 您用钱是这样赚来的 帮爸爸拔 所以亲情的感觉很棒 再过来的话 逐渐长大了之后 会吃他的那个什么橄榄红色的 他不是真的吃 一直含在嘴唇 他的嘴唇红红的 就是爱美 所以说那个小很多的回味 跟很好笑的一些行为 逐渐会让你呈现出来 所以说干妈讲 这种是很有历史 很有故事的 受不了的 当然是我们精彩的舞台活动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 曾经陆维金曲最佳作词人的 杨素浩 还有我们金融在地的高人气创作 歌手廖文强 还有传统的艺文表演 陀罗扯铃记忆表演 透过丰富的舞台表演活动 还有严选基隆特色店家打造的市集 市府邀请民众到眷村文化节现场 吃喝玩乐 一起来怀旧重温旧时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豆苗怎么了 突然停下来了 你好 请问怎么了吗 不好意思 你们店里入口处 都没有张贴金烟标示耶 有需要张贴吗 烟害防治法有规定 只要是在金烟场所入口处 都要张贴明显的金烟标示 没张贴会被罚一万元到五万元呢 还有啊 金烟场所里面 不可以有东西被拿来当洗烟的器具 例如盘子 杯子 或垃圾桶都不可以哦 违规的一样会被罚一万元到五万元哦 可是像我们餐厅 有时候就是会有人在里面抽烟啊 那我也会被罚吗 在场所的员工或老板 又负责要劝阻吸烟者 没有阻止就代表你们默许他们在里面吸烟 我们知道了 谢谢你哦 我们马上去文具店购买进烟标示张贴 也会告知客人要遵守禁烟规定 豆苗你很棒耶 有把卫生局教你的都记下来哦 嘿嘿 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25年前就是回来基隆创日了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譬如说基隆的XO酱 基隆的小卷 然后黑米鸟的海藻 然后融入在这个饼干里面 乌金酥 杏仁瓦片 很想让这里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基隆的好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熏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阶楼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杯殿钟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取习于精心雕刻的 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杯殿 一窥四面牵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记录 sei 至 менее 台湾 obligations 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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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我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 然后这样创业超过20年 其实非常诚恳实在 在做生意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台湾精神 发挥得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长期的 对我们的支持 基隆有宝物猎人 艺术家找寻的宝石在哪里啊 源自台湾的古老染色艺术 究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道 画面上是市府召开事务会议的现场 基隆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秘书长方定安 与市府一级主管共同讨论研究 针对9月22号深夜的强降雨 造成了部分地区灾情后续处理 以及未来的因应措施 这一次的这个两个小时 就下了这个一百零几的公里的雨量 那这个对这个很多地区 也这个造成了一些灾损 那我们除了一方面去关怀这些受灾户 然后协助处理 然后也想办法替他们申请赔偿 我们未来也要针对这个一眼水地区 建立起SOB 有防水闸门 我希望都积极补助大家 让大家来装设 那目前还没有的 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这些沙包 然后在一眼水的时候 就赶快运送到他们的住家周围 然后让他们来领取 那这一点都是我们未来会积极要做的 那再加上说 这个有些商圈等等 我们也会协助做一些振兴 包括南龙路等等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气候变化比较巨烈 那这个强降雨的时候 雨是一时太大的时候 这个淹水是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要尽量做好一些相关的防止灾害的准备 那我们也会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 市长谢国良实地到淹水地区了解后 也特别请各单位以同理心 来构思更多的辩明措施 以及后续的振兴方案 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补助灾补的福管机关是社会处 但是社会处它有一定的标准 那不管这标准是不是符合 还是会跟副市长 佩林副市长大家一起去思考 如果透过不同的力量 然后对于这些灾害 能够尽量有些协助这样子 商圈振兴就是我们下午会再往 这个南龙路这边走一下 分散发出去讨论一下那附近 其实那附近其实是跟这个妙狗 关爱市长是相继比较近 而且有些连结的 那这一次也有几步有淹导 那我也是希望说 透过一种商圈的概念 可以给予更多的协助 由于到十月份都还有类似 出现强降雨的可能性 因此市长也特别呼吁民众 一定要保持警觉 而各单位也要随时加强因应 对于大家就是说 一方面气象预报是说到十月份 都还是有可能一些强降雨 那现在要讲了 这个气象预报不是完全都是精准 就以0922来说 它是在我们九点钟 晚上九点钟我们收到是 12小时内会上70到90毫里 这也是我在脸书上 依照中央介绍的报告 结果它在大概晚上 大概11点到1点 它就下了一百零几毫里 两个小时就下一百零几毫里 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些地区来做一些淹水 跟有一些灾害的发生 所以我想我们未来就是要提醒大家 尽量多注意在这个去后 这个剧烈变迁的同时 我们要做好一切的准备 记者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新的冷水扇送到八斗子安检索 值班台立即换上新的设备 天气炎热 执行弟兄忙进忙出 金融港督姐妹协会 特别捐赠冷水扇及便平电风扇 希望提供海巡弟兄 能够有舒适的执行空间 最近我们发现海巡救难的事件越来越多 而且也非常辛苦 尤其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 天气非常的闷热 所以因此我们顾虑到海巡弟兄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 所以因此我们就为了激励士气 所以就赠送这个水冷扇 那这个冷水扇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期待能够因为借由这次的捐赠 能够照顾到弟兄姊妹们的生活 而且让他们在每一次的执行当中 都能够比较顺利平安 并且能够顺利成功的完成所有的任务 捐赠仪式在按询二总队举行 港督姐妹协会捐赠六台冷水扇 总队长感谢姐妹协会善举 承诺会妥善运用这批设备 感谢我们的李议员 以及金融市姐妹感度协会 来制证我们这个六个冷风扇 那包含一个电风扇 其实我们就将这个六处 发到我们最需要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在海港大楼 我们有个值班 他虽然在外面有冷气 但是他里面他没有提供冷气 那我们用这个水冷扇的部分 可以提供我们的同仁能够降暑 而且他可以让我们同仁在一个 一个优良的环境 然后去执行我们的 不管是值班工作或是安检工作 以及我们的守望工作 能够让我们的同仁 不仅感觉到很有感之外 另外他们可以让我们在 知情的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发挥到最大效能 尤其他们最近呢 查气失烟 而且呢 查气到大概有900公斤的 这个毒品啊 其实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的 社会更加的和谐 因为如果说这个900公斤的这个毒品 流落到市面上 不知道有多少个家庭被破坏 而且不知道有多少的青年朋友们 会被沦落到一个无法救援的地步 所以因此我们真的真的非常感谢 害群弟兄 基隆港都姐妹协会 长期待地方热心公益 每年过年期间都会包水饺 送给锦梢和暗群弟兄 协会希望在民间发挥最强的后盾精神 持续将散举延续下去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新市政 走回来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未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社长 你被挡住了哦 我来把它翻开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